前联邦首席大法官老伍斯认为 反弹会近年来形象大跌 原因在于有一名活跃的政治人物 曾经说委为反弹会主席 老伍斯今天在大马反弹论坛至此时说 政治干预已经损害反弹会的公正和独立性 遗憾的是 过去一名政治人物成为反弹会主席 令人们普遍认为 反弹会在这期间所有的行动都具有政治动机 他还说 幸亏这名政治人物 担任反弹会主席的任期没有很久 虽然老伍斯并没有点名任何人 但相信指的是公正党前党员拉蒂花 新门上台后 拉蒂花在2019年受到时任首相马哈迪 委任为反弹会主席 这项任命当时引起极大争议 而且任命也绕过国会公共服务任命特别委员会 由马哈迪一人决定 拉蒂花受委为反弹会主席后 就退出公正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Nathan Brown